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解放 我们现在解放军的解放两字就来自这广 公用射损于高雍之上 高雍就是高强了 损就是短一八鹰了 又高 鸟飞快 还小 最难射中 但是你能够获之 就说明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所以解挂到最后 你的能力提升了 你困境就解除 而且还能扩张了 你想想 高强在当时就是最强的防御攻势 你上不去 好容易爬上去 一八了 你下去了 所以当时的远程武器就是弓箭的发明吧 就是弓箭 这就说明你有好的武器 设计精良 能把那个墙上的鸟都射下来 那也就说你有弓破城池的武力了 这弓箭里面出政权啊 本来说的是这个事 无不利 结果对你一样 就是自己先做好准备 自己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工具 这些用不用 再说 孔子解读 不是像我们严格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 他从大义审理上解读 解读的不是结果 而是条件 重点在条件 这算有关联 但是这关联度我稍微稍微有点距离 子曰 孙者齐也 公使者弃也 摄之者人也 三个要素啊 君子藏气于身带食而动 关在这儿 何无利之有 动而不酷 事已出而有祸 欲成弃而动者也 孙呢 是非心 这在当时最难捕捉的动物了 你没有弓箭 你怎么抓 还没等你离近的飞了 还在城墙上 高不可攀的地方 公使 企业 武器 在当时在周易发生的时代 那就是最高端的武器 摄之者 人 由人转掌控 三个要素 人用弓箭射那鸟 怎么才会射损于高雄之上 而且能把它捕获啊 注意这儿 这句挂窑词告诉你的意思就是 你要有所准备 要有精良武器的准备 要有精良的设议的准备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 背下来 藏去余身 主观 待时而动 客观 等待好的时机而行动 这对我们个人来说 对我们企业来说 对我们国家的观点来说 都那么重要 先让自己强大起来吧 我们有了绝对打败对方的能力的时候 等待时机 只要他给了借口 有了条件 就可以出手 但是关键我们得有打败对方的武器和技术与管理啊 决定战争胜败的诸多要素 我们都要具备啊 孙子兵方当中讲的就是五情七计 就这个意思 自己首先要强大起来 有绝对打败对方的能力 再说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 打不赢就不能打 韬光养晦 忍气吞声 为了将来 所以你说话办事一定要考虑结果 按照规律 按照大概率 来计算 未来的结果 赢的面大 还数的面大 这就是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你让是这一点呢 何不利之有 怎么会有那种不利的局面出现呢 动而不扩 行动不受的局限 出手就会有收获 讲的就是 先乘气再行动 先做好准备 先具备条件 再考虑行动 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一段很重要 背下来 藏气于身 代食而动 子曰 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义 不见利不劝 不微不成 小成而大计 此小人之福也 我们先说孔子的意思 子曰呀 小人不以这不仁的行为不耻 他没有这羞耻心 不管用什么招 他就考虑如何挣到钱 不管过程 不管方法 只看结果 不畏不义 做了不义的事 他也不怕 不敬畏 没有好处 没有利益呀 他不会受到鼓励 他不会卖力气 小人的特点 孔子 情感说实话的 不微不成 第四个特点就是 你要 不威慑他 他就不会受到 惩罚 惩惩 对小人 劝导引导是一方面 必要的威慑 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小成而大计 小的惩罚 是为了最终啊 更大的告诫 惩戒 所以就是小人之福 小人如果受到一点 惩罚 偷着乐吧 这真是为了你将来 少犯 更大的错误 所以我非常同情这些老虎苍蝇 他要早一点听听周易的课 学学周易啊 知道 现在的新闻和未来的结果 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果关系 小成大戒 他就不会犯那么弱智的错误 孔子引这个周易的话说 一约 吕教灭止 无救 这个用的是比较灵活 但很准确 这个是出自世和化的初九 初九是第一要 刚刚开始啊 吕教灭止 这铝的名次动用呢 就是穿着这个大的夹板 过去夹板 没有那么好的材料 就用木板做啊 没有现在这个塑料或者不锈钢啊 用这个大木板的做 好 防止你逃跑啊 把你两个脚套上 那板子很大 把你脚趾都盖过了 我们一般以为这不好啊 但是一进去告你 无救 为什么犯了错误都带上那个大木夹子了 还还 结果不错呀 小成大戒 因为你刚刚开始 犯了错误被人发现 及时做了 惩罚 让你记住 不要再犯同样错误 对未来来说 所以周易的伟大的地方就是在这 他就是按照规律 来预测未来 预测未来直到当下 提升你当下的趋吉利兄的智慧 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意义啊 所以受到惩罚你别灰心 改过就是好 啊 孰能无过 有则改之 这个理解运用 都是准确的 周易说的孔子说呢 旅交灭止 早期对你的一些小的惩罚 是为了你避免将来犯更大的错误 这句话的精华在 精髓在 小成 大戒 然后是对 没有羞养的人的 特点的概括 在这些小的惩罚 是为了你避免的 你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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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避免的